本地陽性個案總數是1721宗 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簡報會 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苑霞醫生 兩位醫生會分別就個案最新的情況 和醫管局的資料向大家回報 先請張醫生 大家好 昨天本地陽性個案總數是1721宗 包括經過直接的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本地個案有610宗 另外成功在網上平台登記 又經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就是快速測試陽性個案 就是1111宗 另外我們有139宗輸入性個案 包括直接的核酸檢測陽性 104宗 和快速檢測陽性 而經核實的個案就是35宗 累積的個案現在有1221535宗 今天醫管局沒有情報新的死亡個案 我們的第五波的死亡個案 總數是沒有變的 或者請醫管局的同事介紹一下 入院數字 大家好 現時有552名確診病人留醫 當中有100名是新增確診病人 需要入住隔離設施的病人當中 有188名病人在隔離病房 13名病人在二線隔離病房 158名病人在北大魚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當中合共有81名是新增確診的病人 昨天沒有申請報的危殆個案 另外申請報了兩名病人 情況是嚴重的 現時留醫的確診病人當中 共有10名病人是危殆 11名病人是嚴重 其中兩名危殆的病人 正在接受深切治療部的治療 近期感染的病人 都是一些病情較輕微和穩定 入院病人的數目 雖然較幾個星期前 是輕微上升 但需要入住隔離病房 情況嚴重或者危殆的病人的數目 暫時都未見大幅飆升 但整體仍然維持在平穩的狀態 先頭張醫生提過 過去一天是沒有新冠病人離世的 我們今天的個案有139宗輸入性個案 67宗是在機場檢疫機場找到的個案 包括63宗是6月23日抵港 是經過15班航班抵港的人士 4個是6月22日抵港 是經過3個航班抵港的人士 有57宗是檢疫酒店找到的個案 另外15宗是離開了檢疫酒店後找到的個案 大部份都是CT值比較高 有部份都是CT值比較低 可能是一些本地感染的個案 我們在院舍方面 今天有4個院舍 是需要一些院友 需要接受檢疫或撤離的 第一間就是東華三院 方安緩替安老院 我們之前6月18日 說過有其中一個個案 當時也是檢疫了一些人士 現在就在地下那層 當時那層就是一樓 現在地下那層就是有兩個工作人員 和累積這兩天都有9個個案 那裏都已經撤離了 我們有些個案陸續浮現 另外一間就是奇康會 何善行夫人徑老院 它就有兩個院友和一個工作人員在二樓 都會檢疫了其他院友和一些工作人員 松陵雅院就有兩個院友 都是要那層樓的人士都需要接受檢疫的 另外有一間之前也有一個個案 是富泰護理安老院 現在就是多了一些個案的 當時都已經是檢疫了部分人士 現在都會再檢疫多些人士 現在總共可能都有四五十人 包括四十多個院友和十位工作人員 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累積到現在的個案 就是有八宗院友和四個工作人員已經感染了 其中一個個案已經懷疑是BA.2.1.2.1.2.1 這間是其中一個包括的個案 學校來說 今天有199宗申請報的陽性個案 有96宗是今早檢測陽性 有103宗是昨晚下午或較早前檢測陽性 199宗個案包括164個學生 以及35位教職員 來自163間學校 包括29個幼稚園幼兒中心 59個小學 72個中學 以及3個特殊學校 過去七日有83間學校 有兩個或多於兩個學生或老師 兩個個案的學校 我們今天建議了以下這間學校 有一班需要停止面授課堂 就是聖工會八躍漢會督中學 有三個個案在四師班 四師班總共有29個學生 這班學校需要一個星期停止面授課堂 那較早前有兩個學校 就是之前已經建議了他們 就是停止的就是 聖方制中學的籃球隊 那些學生是需要隔離的 又多了一個個案在同一個籃球隊 現在累積有12個個案 另外那個聖事提犯的宿舍 就是52名學生 在接受檢疫中 都有一位是確診的 現在那層樓 就共有10個個案 在變異病毒書來說 就是輸入性個案的 BA.2.1、2.1 我們現在累積有208宗 其他BA.4.5是沒有新增的 但是在本地個案來說 就是懷疑BA.4或BA.5個個案 就有5宗 有其中一宗就是 她是一位86歲女士 就跟一位最近 由印尼回港的人士一起居住 那位人士是6月10日底港 在第九日的樣本 就是陽性的 她跟那個86歲婦人 兩個都沒有離開家 除了去做檢測 當那位第九日的人士確診之後 這位86歲的老婆婆 就去了檢疫中心 然後就送了入醫院 暫時情況是穩定的 第二個 跟輸入性相關的個案 就是有一家人三口 就是一個三口的個案 就跟一個輸入性在馬來西亞底港人士 是6月12日底港 她就是6月20日的第九日 樣本也是陽性 她都沒有離開家 她家人有三位 暫時就是三位確診 另外還有一個 懷疑BA.4.5個個案 就是一個49歲的男士 她就是在元朗身圍村居住 但是在這個貫衝巴士那裡上班 她主要都是會載一些檢疫旅客 就是由機場去那些檢疫酒店 她有做定期檢測 就是定期檢測 在6月21日就是陽性 就是在接受隔離的 現在就是懷疑是BA.2.1、2.1 因為她工作的性質 所以她工作的時候 都會穿全副的保護衣物 但是都有機會 可能在中間有些情況 可能穿隔離的 或者有些接觸 有機會在那裡感染都未定 另外就是 Omicron懷疑BA.2.1、2.1個個案 在本地來說 今天就是多21宗 在相關海港酒樓那裡 我們就多了7個食客 曾經光顧過那個地方的食客 就是確診 另外她們有3位感染的接觸者 都是確診的 現在我們累積有33個食客 和4個感染接觸者 是確診人士 那33位食客的年齡 是6至69歲 他們在6月19至22日 開始不舒服 跟其後確診 包括了20男和13女 我們根據疫苗通行紀錄 就知道大概有270多位的人士 他們曾經當晚在那裡吃東西 他們應該接受強制檢測 應該陸續在做測試 我們昨天也去了那間食市 拿了19個環境樣本 全部都是陰性的 另外除了這些個案 也有一個懷疑BA.2.1、2.1個個案 跟之前那些個案相關的 就是住在寶田大廈的 在檢疫中心確診 另外有10個個案 包括6個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和4個他們的家人 就是懷疑BA.2.1、2.1個個案 包括有一位是住在屯門 粵戶山莊10座的 他的太太也在檢疫中心 都是說是一個陽性個案 另外還有住在香港仔石牌灣 村碧銀樓 還有剛才我說的 庫泰湖里安路院 天水衛天喜街的天麗院 康兒花園P座 還有沙飛灣的海風中心 一位人士和他三位家人 都是確診人士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麻煩你 在過去一天 有61名病人康復 其中有54名病人出院 第五波至今 共有51,520名病人康復 當中有51,147名病人出院 自2020年初起 本港共有63,900名病人康復 當中包括63,527名病人已經出院 另外有一名病人 經入院篩查或院內檢測時發現確診 一名同房病人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員工方面至今有24,021名員工確診 當中23,825名員工已經返回工作崗位 麻煩你 現在是提問時間 請大家在發問前先介紹你代表的傳媒機構 那邊前排開邊 再出三個位男士 你好 香港寧日 首先想問問陳國基司長和曾國偉司長那邊的情況 想問一下衛生署目前找不找到他們的源頭 以及他們在哪裡種 當中有沒有涉及到變異病毒 他們有沒有被人送去檢疫中心 有沒有其他的官員是緊密接觸者 還有當中有沒有涉及到一些私下的聚會 另外想問一下會不會因為他們個人的職務需要 可能提早解除他們的檢疫令 例如可能當他們轉了陰性之後 就被他們可能繼續執行職務 解除檢疫令 麻煩你 不好意思 我沒透露個別人士的確診資料 下一題 這邊這位女士 醫生你好 NOW TV 首先想問一問 昨天兩位司長確診 其實他們有沒有牽涉哪一個群組 都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還有其次就是想再問一下 那個屯門的海港的群組 那個酒家群組 想問一問裡面的那個通風的設備是怎樣 還有其實都見到19個環境 原本都全部陰性 其實想問一下整個座位分佈 還有其實還有沒有其他資訊 可以再提供一下 關於這個群組 麻煩你 關於海港的群組 就是基點工程署的人士 就是專家 今早會去看的 那我就未收到他們的 就是看完的資料 究竟是 那個通風是怎樣的 那他們座位就是 我們都未可以拿到所有人的座位 那我知道 他們有些都坐在中間 有些都坐得比較入 下一題 那邊做完那位男士 Good afternoon I'm from RTHK So first I would like to ask about two top officials have confirmed infected with COVID-19 so how would the CHP assess the COVID situation in Hong Kong leading up to July 1st and second we would like to ask more about the Victoria Harbour cluster in Toon Moon the restaurant cluster in Toon Moon so has the CHP identified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and can you give more details as to what are the infections risks in the restaurant For the restaurant in Toon Moon we suspect there is an outbreak in that restaurant affecting I think so far let me check so far 33 patrons of that restaurant and four close contacts of the patrons were infected and they were suspected to be related to PA BA.2.12.2.1 Omicron variant and we have taken 19 environmental swaps yesterday and so far they are all tested negative I understand that our EMSD colleagues have inspected the place this morning so we will observe what they have found I will 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next one next one next one Dr. Mr.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from me Thank you for those questions ing the important 估計這間安老院的傳播途徑是怎樣的呢 估計是不是長者共用一些設施所以受到感染 以及兩層同層的長者撤離之前 他們在安老院裡面有沒有接觸的呢 另外富泰護理安老院剛剛說到 有一名確診者是感染了BA.2.1、2.1的變種病毒 我想問那名人士是護理員還是院友來的呢 還有最後想問卓爾廣場海港酒樓 知不知道食客的座位分佈是怎樣的呢 還有初步估計大興邨興泰樓的兩名確診者 是否超級傳播者呢 麻煩你 不好意思 你們第一間是在問哪一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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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以 他現在 嗯 嗯 嗯 有些員工都會兩邊工作 兩層樓工作 也有機會有一些傳播 之前的一樓暫時沒有其他個案 但二樓地下有些個案 而且有些員工都受影響 員工有時兩層樓都會工作 所以我們也要看看情況 另外副泰那間是一個院友 一開始那個 卓爾的海港酒家 我們暫時不知哪位是源頭 下一題 後排的那位男士 你好 有線電視的 想問一下海港酒樓 其實是否全新增的人士 和現有的人 都是同一段時間 或是同一天在那裏吃東西 另外就說到 剛剛有49歲的貫衝巴士司機 其實他有沒有 確診之前 有沒有到處走過 去其他地方吃東西 或是去過某些地點 可不可以多說一點點 麻煩你 他確診 他平時都沒有什麼地方去的 他主要都是上班下班 很多時如果上班時吃東西 就會自己叫外賣 或是在一些空曠地方 叫外賣那裏吃東西 有時偶爾也會去一些餐廳 但是都是大家落過淚那裏 那裏都是同一段時間的個案 是呀 他們全部都是同一段時間的個案 6月16號 六點後 下一題 那邊前排 各位女士 你好 兩位明報的 首先想問一下 現在CHP對於密切接觸者的 定義是什麼呢 譬如一起戴口罩開會 會不會就是密切接觸者 戴口罩接觸幾長時間才是CC 還有現在個案追蹤方面 是不是每一個個案件 都會拿回安心出行的記錄 追蹤行中呢 譬如個案去過什麼地方 去過的地方要符合什麼條件 才會納入CTN呢 另外想問一下安勞院社那邊的情況 看到庫泰安勞院那裏 想問一下個案病發的時間是怎樣的 剛才張醫生提到 一開始感染的位置就是院友 估計他的感染途徑是什麼呢 以及帶BA2.1、2.1個位置 是院友還是職員呢 最後想問一下HA那邊 如果現在孕婦入院西策是陽性的話 生產的時候 是不是要在隔離病房進行呢 如果是的話 這個流程和風險上面 跟普通產房有什麼分別呢 麻煩你 接觸者一般來說 就是跟住的家人 或者是他傳染期 一般就是確診前兩天 或者是開始不舒服前兩天 去到他隔離之間的 比如跟他一起吃飯 不戴口罩活動的人士 附太那位人士就是一開始那位人士是院友 我們暫時懷疑 BA2.1、2.1個病毒株的人士都是院友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一兩天都有一些員工確診 我們都要再看看整個情況 才可以知道的源頭有機會在哪裏 因應疫情的關係 所有產婦入院的時候 都需要接受冠狀病毒的篩查 如果他是呈現陽性的 我們會幫他安排入有隔離 就是設施的地方 等候觀察他的臨床情況 當中我們都會就住他的需要 安排合適的支援給他 包括是止痛 那麼那麼快 你會在一些地方 如果戴著口罩 或是戴著口罩 也會有多大千倍 如果有爆發的情況就另計 一般來說戴著口罩的活動 我們就不會當作這樣的接觸者 下一題 後面那位女士 這邊 長頭髮這位 你好 經濟部 想問一下 而B.A.4或5 86歲的女子 和一家三口 其實他們兩宗個案 是否疑似在輸入個案 走漏了 然後傳染了他們的同住家人 就是初步判斷 因為你說他們兩宗個案 都沒有出過家 其實現在的輸入個案 外防檢疫措施 是否有需要收緊 去避免走漏輸入個案 再傳染其他人的情況發生 請問一下 我們這些個案都要再調查一下 當然不能排除它是一個輸入個案 可能是比較長的漸服期 或者是它在檢疫時間 拿一些樣本檢驗不到 至於大部分的輸入個案 我們都看到是檢疫中心 或是在妒忌場的時候 已經找到的個案 所以這可能是一些很少部份的個案 下一題 前面這位 你好 獨立媒體的 想問一下 現在政府高層群組爆發的風險 高不高 以及會怎樣評估風險呢 麻煩你 我不會就著個別個案 評估風險 還有其他問題 記者會結束 多謝大家